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咱们今天说三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就是日经新闻刊登消息 说中国关于武统台湾的舆情突然出现了异常 开始允许一些人讨论武统的弊端 包括中共可能会四面受敌 就是美日南韩南海和印度四线作战的困境 这样的讨论突然在网上大量的出现 并且传播到底在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一会咱们要分析一下 其实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 实际情况都会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因为很多事情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什么事情应该做和什么事情现在能做 或者是说在什么时候才可以做 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因此坐在不同位置上的人 他们可能要考虑不同的因素才做出决策 今天路透社揭秘了一件事 这个事情我们一会要好好地谈一下 就是在气球事件爆发之后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美国打下了中共的气球 而且态度非常的强硬 而且布林肯取消了访华 但是路透社报道了背后的决策过程 和为管控危机而软化的某些制裁 我们一会儿来聊一下决策背后的思路 另外一个今天想聊的话题 就是关于卢沙野回国述职 和资博市委书记公事财产的传闻 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 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 油管上的观众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咱们现在先说第一个新闻 中国在国际上提起众怒的案例 大家可以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一直是有很多 几乎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最新的案例是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 对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主权的质疑 就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 4月2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出的这个质疑 5月7号的时候 就是在卢沙野说了这番话之后 大概将近两周以后做了一集节目 这个节目提到了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说卢沙野将在5月15号的时候 回京述职 然后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就去查这个新闻的出处 能够查到的都是在网易上 然后其他别的地方是没有 而且网易上的这个报道也被删除 后来我就想查一下英文的报道 因为这个事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应该是英文媒体先报 而不可能是中文媒体先报 后来在英文的媒体中 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报道 所以我在5月7号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说这个事存在着很多的疑问 我觉得招他回国数值的话 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假新闻 当时的理由除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英文报道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就是如果卢沙野引发的外交风波 会造成他回国数值的话 那就说明他犯了很大的错误 而犯了很大错误的话 是应该马上就招回国数值 而不是说5月7号的时候传出消息 说再推一个礼拜 推到5月15号的时候才招他回国数值 所以当时从这个时间点上 4月21号说的这个言论 然后呢5月7号的时候发的这个消息 然后说5月15号这个再回国数值 你把这几个时间点一摆的话呢 你就觉得这个新闻不实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我在5月7号的时候的分析 那么今天呢路透社记者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呢 就询问了这个事 说问这个卢沙野回国这个事 外交部知道不知道 汪文斌回答说你说的这是一个假消息 这个倒并不是说我在5月7号的时候 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是这一种先见之明的一种 就是我在这个吹嘘这个事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如何才应该去核实和分析 中共关于这个就是关于中共的这种说法 我们是怎么去核实它 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它 刚才我实际上讲了一个核实和分析的过程 汪文斌的说法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假新闻 那么是不是就显示出中共非常的强硬呢 其实也不是啊 就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两面去看 我们要明白一点 就是中共有的时候做出表面上非常强硬的姿态 但是其实他可能做出私下的让步 昨天呢 在我们这个频道里边呢 我还讲了一件事啊 我说美国白宫周四的时候 5月11号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Sullivan 他在5月10号和11号的时候 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 中美双方都发出了自己的新闻稿 美国是白宫发了声明 然后中共是新华社发了声明 从双方的内容来看的话 这个声明的内容 互相之间是能对得上的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 这个释放出的气氛的话呢 还是比较友好啊 坦诚啊什么之类的 用了一些这样坦诚啊 深入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 所以我昨天我就预言 我说这次会谈可能就是为布林肯访华做准备的 这个事是我昨天说的啊 咱们且看这个事多快会变成现实 我估计呢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布林肯访华的消息了 中共现在做一些事啊 我觉得可能都是在为布林肯访华 营造一些友好的气氛 这就说到日经亚洲的报道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 日经亚洲呢 这个报道了一个异常的现象 给大家看一眼啊 这个异常的现象 这个是雅虎转载的 其实是中央社这个转载的日经的这个报道 然后在雅虎上等于是把它republish了一下 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网络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 就是关于中共武统台湾各方的辩论禁令 现在似乎被解除了 也就是说过去说打台湾的话 喊杀喊打啊 那是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的 现在的话呢 突然间出现了一种过去中共不允许的一种禁忌的观点 这个观点的话呢 强调的就是说武统台湾是不切实际 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事其实也就是我在这个这个频道里边 已经说了好几年的这个事情啊 很多人对我说这个事非常不满意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事实的话 我也不能骗大家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一些我不相信的话 我觉得中共去这个武装入侵台湾这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中共万分之一的可能 可能都不到啊 就因为中共绝不敢做这个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关于武统台湾的 就是到底可行不可行的讨论 这个在过去在中国大陆这种事情出现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能够允许这样的这个言论出现传播 没有被中共的审查机关所删除 就表明说这是中共当局呢 有意的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 为什么要释放这样的信号 我觉得是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的话呢 就是为下个礼拜五在广岛 日本广岛召开的G7峰会 打一个铺垫 因为这次G7峰会呢 广岛这次峰会就是西方七国工业集团 他们有可能会通过一个更加严厉的遏制中共的政策 那中共这个时候就释放一个就是说啊 我武统台湾其实我们也在犹豫啊 我们觉得也不太可行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呢 给这个七国集团一个台阶啊 让他们不要做出太强硬的这个呃制定出更强硬的政策 这个呢就是他释放这样消息的一种呃动机 还有种动机的话呢 还是我说的就是为布林肯访华做准备 那么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就是说 这个禁忌话题现在在中国网络上传播的时候 它能够涉及到什么深度 其实我看到是蛮深的哈 就是有一些匿名撰写的彻底否定中共鹰派战狼外交的文章 这个虽然内容呢略有不同 但是标题性调性变得越来越强烈 就是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 武装入侵台湾的话会陷入四面作战的可能 然后的话呢 说这个高喊武统台湾的人是傻子 这四条战线的第一条就是 中共在台海和周边地区 要面对美国日本台湾军队的联合的阻击 这是第一条战线 第二条战线就是在朝鲜半岛对抗美国韩国军队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和南太平洋 要迎战美国和澳洲的军队 最后呢就是中共军队将在国境的西南方边界对抗印度的军队 所以就是如果中共一旦武装入侵台湾的话 将面临四面作战的这种窘境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写这个文章的人 几乎是充分认识到目前的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发展 如果被迫四面作战的话 中共军力肯定会被分散 而且处于明显的劣势 这种消息之所以能够传出来哈 就是我刚才说到之所以非常的异常 就是明显的是在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过去呢 共产党都是把统一台湾视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一个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啊 就是你只要这样一说的话 就是不能够去质疑说这个我们打不过啊 或者说我们不该打 那么现在必然转向的话呢 就是说现在突然之间转向的就是背后的刚才我分析的那些原因 就是为G7做准备 为这个布林克访华做准备 也可能是希望这个西国集团能够制定一些对中共更友好的政策 那有人可能就非常的担心说 中共有没有可能是想瞒天过海呢 是吧 就是有意的释放这样一个信号来麻痹台湾的军方 麻痹美国 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发动攻击啊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 美国国会在5月11号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的提出者呢 是美国的这个重量级的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马可卢比奥他为什么呃 就是就是大家都比较重视他的意见 因为他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啊 有当时他呃 他和这个这个泰德克鲁斯啊 就是德州的那个参议员和川普 他们是三个人挺到最后的啊 所以他实际上在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马可卢比奥呢 他提出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叫做2023威慑中国先发制人的法案 叫Deterring Chinese Preemptive Strikes Act of 2023 他这个法案的是什么内容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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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案啊 他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内容的 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和加强保护印太地区航空气掩体的计划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呃 根据美国的一些智库的兵器推演啊 就是如果中共要入侵台湾之前的话 考虑到美国有可能会这个干涉 所以呢就可能需要在武装入侵台湾之前 就立刻通过一些先发制人的策略 先毁掉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这些呃 航空母舰啊 还有就是要摧毁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些军事基地 空军基地 那这个Michael Rubio呢 他提过这个法案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的那些机场啊 就是停靠这个飞机的不管是机场还是航空母舰要保护起来 这个法案如果要通过的话呢 这就要求美国国防部在对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的航空机掩体进行分类调查 要给出一个详细的清单 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啊 所布局的这个各种美国航空机的掩体 所以第一岛链的话就是从这个从这个日本南韩台湾啊 这就是然后呢再到这个菲律宾啊 就这么一套这个把这个中共等于是锁在里面 这么一个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其实是把中共封得死死的 就中共如果要想出太平洋的话 必须得经过第一岛链的这个封锁 而第一岛链是很容易封锁的 至于说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只是一种概念啊 其实没啥意思啊 像什么夏威夷啊 像什么关岛啊 这种地方的话中间是庞大的太平洋海域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封锁 第三岛链就更别扯了啊 然后的话就该到这个旧金山了 所以实际上的话对于美国来说 它的战略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第一岛链一定要守住 那么现在的这个马可儒比奥提出的这个法案呢 就是要把美国的在印太地区的所有航空机掩体啊 就是保护飞机的那些东西要一定要把它分类 完了之后的话呢 要解要给出具体的这个措施就是如何去保护这些航空机的掩体 提高美国在这个印太地区应对中共导弹无人机和其他形式攻击之下的生存能力 这个草案的话还要由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率先的审议 所以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共的这种防范态度 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中共做了某些姿态就放弃 军方的话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是鹰派 包括在就是当时这个拥抱熊猫派在美国特别吃香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几乎是所有的鹰派的观点都是被封杀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国防部对中共他也持有这种鹰派的这种主张 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他呢就是拉姆斯菲尔德 他呢就是当时在我们举行的一个公众集会上 就当时法轮功学员搞这个一些集会嘛 就是要支持中国大肚子人退出共产党 当时拉姆斯菲尔德就在那个纸上还签了字 就是支持中国人民退出共产党 所以实际上国防部一直对于中共来说是采取一种鹰派的措施 不管中共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姿态 国防部还是非常的清醒的 那么现在其实美国国会两党也不会就因为中共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姿态 他们就放松了对中共的遏制 这方面大家并不需要担心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国际局势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东西 一个国家从来都有对华的鹰派 也有对华的鸽派 一般来说像国务院这样的地方 像美国国务院因为他是搞外交的嘛 所以通常来说他会比较鸽 然后呢在这个国防部这边来说那就是比较鹰 一般来说的话是这样 当然现在其实国务院呢 虽然是鸽派 但是在很多时候他们做出的这些主张啊 或者是说他们所制定的这些政策也是比较强硬的 这还说要感谢余茂春和这个上一届国务卿 就是蓬佩奥他们他们觉得对中共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调整 确实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船一旦掉了头之后可能再掉回来了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国家呢 他有的时候为了管控危机啊 就是不让这个危机发展到一种不可控的阶段 他拿在某些方面极为强硬的时候 在其他方面他通常来说都会稍作退让 这就是我想说的给大家看一个关于路透社的这个揭秘啊 路透社这个揭秘我觉得能够让我们了解 真正的就是对华政策 他制定的过程和美国在制定这些对华政策的时候 他到底是出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这是真正的这个事实哈 我觉得有的时候事实的话非常offensive啊 可能很多人看的时候会很生气 但是我觉得我们得了解事实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虽然觉得某些事情是应该做 但是呢实际上你又知道这个事 一旦做了之后 他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 那么具体决策的那个人的话 他即使觉得这个事应该做的话 他也觉得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做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对这个国际局势的发展 做出相对来说准确的一些判断 就像我说的哈 布林肯要访华 这是我前两天的预言嘛 你过两天看啊 我觉得布林肯访华的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双方都在为这个营造气氛 还有一个我说卢沙也回国 那是个假新闻 我不知道这至少在推特上 是我唯一看到的一个 我在质疑这个事情啊 就是其他别人都在讲卢沙也麻烦大了 什么之类的 我在5月7号那个油管节目 一开始开场白的时候我就说 这个事很有可能是一个假新闻 就是我们 当我们对这个现实 有了一个基本客观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对 未来的这个局势的发展 做出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判断 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啊 因为我们都是基于自己的不完全的 了解到的不完全的信息判断 OK言归正传 我们说一下这个路透社揭秘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所有真正想了解 美国对华决策的思路的人 都应该好好的把这篇文章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思路 其实就是我一直几年以来 一直延续的思路 就是我知道美国对华政策 是既想要遏制它 但是呢 又不想让这个危机发展到不可控的程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的这篇报道 路透社讲的就是 今年二月份 当间接气球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当时美国的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 当时美国是连续四天 用导弹打下四个气球 大家还记得是吧 就光光光光打到四个气球下来 然后呢 这个布林肯还取消访华 当时就觉得两国的关系就已经就是一下子就降到冰点之下了 是吧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美国幕后的决策 打飞打这个就是飞机把那个气球打下来的话 是表面的东西 是强硬的这一面 但是呢 还有没有展示的那一面 这就是路透社讲的这个事了 他说这个二月份间接气球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一些美国官员在当时确信 就是美国应对气球的这种方式一定会刺激 对中共造成很大的刺激 所以呢 这个有四位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消息人士 包括路透社看到的内部邮件都显示说 美国国务院在打下气球的时候 他决定推迟就中国一些人权问题制定的一些相关的制裁措施就推迟了 本来呢 美国当时国务院马上就要制裁一些中共相关的官员 就是在新疆犯下种种族灭绝罪的那些官员的名单都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宣布制裁了 然后的话呢 要对中共当时做一些出口管制啊 一些高科技管制 对于华为有一个实体清单 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敏感行动 当时这些事马上马上就要推出来了 国务院都已经准备好 就准备就按下这个启动键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个气球这个事情爆发了 爆发了之后的话 先把那个气球打下来 完了布林肯取消防滑 一看关系 怕就是双方的关系变得太僵了 所以就把所有的那些之前制定好 马上就要按下启动键的那些制裁措施 出口管制等等 全部都给这个就是推迟了 所以其实呢 一个国家在一个大国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通常要释放相对平衡的信号 表面强硬 背后的话他就要做一些这个软化的姿态 表面上非常的软弱 背后的话呢 他可能就要做一些强硬的姿态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 大家也不用觉得这个事是多么稀奇的一件事啊 这就是几乎是大国外交的一个惯例 其实美国国务院呢 有一个小组啊 这个小组叫做中国组 这个中国组 它的全称是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 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成立的 从这个办公室的名字就知道 去年12月到现在才不到半年嘛 它成立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 这个遏制中共的 但是气球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这个布林肯 马上就指示这个美国的这个 他的这个助手就是Wendy Sherman Wendy Sherman是 凡是涉及到对华政策的制定 都是Wendy Sherman在管 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 美国的副国务卿这个Wendy Sherman呢 他就通过副助理国务卿叫华自强 叫Rick Waters 在2月6号的时候呢 就给国务院的员工发了一封邮件 说国务卿指示啊 就是就是叫做布林肯啊 国务卿布林肯嘛 指示叫做推迟非气球行动 所谓非气球行动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应对 都是针对这个气球的啊 不管是打下来也好 或者是取消访华也好 都针对这个气球的 除了针对气球的行动之外 其他别的行动都统统暂停 他说我们需要花几周的时间 重新审视其他别的行动 而那些非气球行动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对中方官员的制裁 对华为实施的这种许可 出口许可等等 这其实也就是拜登所说的 叫做管控分歧 给中美关系的恶化 安装一个护栏 具体的说哈 就是当时呢 这个要对中共一些 这个单位哈 是这个公布 就是公布一个实体清单 对他们进行制裁 一共有四方参与 在美国一共有四方参与哈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这是这是一方哈 然后美国的国防部是一方 能源部是一方 还有一方呢 就是这个国务院 就等于是这四个方面的 商务部 能源部 国务院 还有这个国防部四方 他们当时已经把整个这个清单全都做好 就因为国务院的反对 就当时布林肯说 所有的非气球啊 就是跟气球无关的那些措施的话 现在都要停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的话 其实对当时中国组 就是遏制中共的那个制定 那个工作组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他们就是士气就变得很低落 中国组的这个就是他 本来open the position 因为去年12月份才才设置的嘛 就设置了一些职位 那个职位现在有40%的人都没有填进去 等于只有60%的人在工作 那个措施呢 其实是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就制定完了 完了之后 当时呢就推迟了一次 可能是为了20大 就是不想在20大的这个时候 这刺激太太刺激中共 然后呢 在这个气球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 又推迟了一次 又给推迟了一次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呢 就是到底是谁来为这个事 推迟这个事情 软化这个事情负责呢 反正布林肯是他在给员工的 这些邮件中的话是他的指示 但实际上的话 他是听了他的副手 就是那个wandi Sherman wandi Sherman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还记得啊 就是他去这个疫情期间 到天津去见那个外交部部长乐玉成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嘛 就是他呢 其实对中共来说 一般来说是很哥的啊 他是很很哥派的这么一个人 他干了这事之后的话 可能底下的员工也非常的不满 路透社呢 这个报道也是等于是说 这个美国对中共那些软弱政策 都是来自于wandi Sherman 这个报道刚刚出来啊 CNN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wandi Sherman今年夏天将从国务院离职 就退休了 就退休了 其实我觉得他倒不一定是当了替罪羊 毕竟wandi Sherman已经73岁 他算是倒战下车了 但是显然就是他对于中共的这种 这种这种态度的话 是过于软弱了啊 当然就是我刚才也讲 他是为了平衡啊 就是美国对中共那些严厉的那个制裁措施啊 不管是军事上还是高科技方面 所以就是说我想总结一下我的这个看法啊 就是无论是看待中美关系 还是看待中共的战狼表演 不光是美国还是中国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我们都要知道他们表演的 永远都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他的背后的那个侧面一定是反过来的啊 一定要是要做一个相反的动作 去维持两国的关系 我表面对你强硬的时候 我背后一定是跟你在勾兑的 我表面在跟你勾兑的时候 背后的话 我一定是说我已经让步了啊 这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会很强硬 肯定是这样的 大家看啊 国务卿布林肯现在访华啊 这个事情 他去了以后 去之前的话 气氛会比较好 他一旦去完之后 返回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可能会推出一系列 比较鹰派的这个决策 这个事反正咱们就往前看啊 我我感觉是这样的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这个表面上做的 和背后实际上这种想法 或者背后幕后的那个小动作 这个互相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平衡度有多高 就是表面很强硬 背后很软弱 表面很软弱 背后很强硬 这个平衡度到底有多高 其实取决一点 这点呢 就是中美之间的连接的深度 如果中美现在 中美现在这个经济也好 就很多方面是深度融合 所以呢 就是说他当他做了某一个动作的时候 就推拉等于是我推你一下的话 我一定要再拉你一把 除非是中美完全脱钩 那个时候的话 美国才会放弃这些小心翼翼的政策 他只要保证不跨越底线 爆发核大战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推拉的做法 大家一定要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中美双方的这个 他们实际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说完了这个事 最后再说一个传闻 简单的说两句就是 靠烧烤出名的这个资博市委书记 叫马小蕾啊 就是网上有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呢 说这个马小蕾呢 要公布他的个人资产呢 这个是在推特上的一个传闻 其实大家知道 推特上假新闻是真的是特别多啊 有的时候你在推特上会看到一些 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但是实际上呢 极有可能 就当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 你又要核实一下啊 就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啊 就是所以他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假新闻 这个为什么觉得他是假新闻啊 说自博市委书记马小蕾要公布 要公开个人资产 这种这种事你一听就感觉到 这事就很值得怀疑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胡温时期 曾经有一个叫福建连江县的县委书记 叫黄金高嘛 他就说为何防弹衣 随我四年在人民日报上发的这个文章 他就讲他反腐的时候 惹怒了黑社会啊 然后说这个黑社会要干掉他 所以他到哪都得穿着防弹衣 他等于这么说的时候 是揭露了地方的腐败 他当然他虽然是这个县委书记 他也别想干了 后来黄金高本人反而被抓起来 就是以腐败的罪名被抓起来 也就是说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 如果别人都不公布财产 而你资博市委书记马小蕾 竟然敢于公布个人财产的话 你就是给其他别人好看 你就不要在这个官场再混了 是吧 而且呢 我相信每一个中共官员 能够爬到这个位置的话 他一定是屁股不干净 他一定是有很多这种贪污受贿 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把柄 被人抓到手里 如果他真的敢公布个人财产的话 哪怕他公布的东西是完全属实的 这个人也一定会进监狱 他一定会从中共的这个体制内被抹出 因为他等于打了所有那些 不公布财产人的脸嘛 包括这个山东省委书记 对吧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中共中央那些中央委员们 政治局委员们 所以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换句话来讲 我们一定要相信一点 我们一定要相信一点 就是中共绝不允许在体制内有好人 绝不允许 只要有一个好人就衬托了其他别人的坏啊 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就是小粉红们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中共有意的在散布一些这个消息 说啊 你既然对中国不满的话 你为什么不回去加入共产党 然后去进入体制改变他呢 对吧 你进入体制之后 你是个好人 好人都进入体制了之后的话 这个体制不就变好了吗 没有任何一个好人能真正融入他们的体制 而且进入体制之后的话 你一定会被这个体制所同化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嘛 好了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几个问题啊 其实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国际关系啊 他的表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这样的一种思路的这种 就是各国的这种就制定政策时候这种思路 最后呢 想感谢一下北卡的楚女士 给我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寄来的支票捐款 还有加拿大的张先生啊 给我的这个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 最后呢 仍然请大家继续关注我在东京和这个台湾的这一系列的演讲啊 包括这个中华文明史在台湾的这个签售的活动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这个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